救命我的快乐源泉 钱多多又回来了 你这家拍了很多戏对不对 这是什么类型的电影 就是说类型的电影 我感觉你那样的导演有问题 因为他们给我的那些主事是 要么我结婚了 然后天天都打我媳妇 我说我不是这种人啊 不是我的态度啊 一句能播我仿佛看到了金姐 他给我们拍那些 那个海边旁边啊 心情口啊 吓我啊 然后跟帅哥们就是这样的玩了起来啊 跟帅哥们玩了 对啊 能播吗 能播 播得很 能播 中文国粹的精髓 被他拿捏的死死的 他给我张网金张两次了 他每次张网金我真的会喊 我说 我们这些人 他们都都在跳 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然后有一位女孩 他找我走过来说 Oh my god you're very funny 我说你疯你啥啊 你疯你啊 我怕你给他脱 我这么加热情 你怎么怎么你还说我疯你 咱说让你模仿 没让你超越 能播吗 那女子 哈哈哈 哈哈哈 给我站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对 先踢一脚 你以为你长个漂亮脸蛋 就可以勾引皇上了啊 说 是谁派你来勾引皇上了啊 好笑 我发错了 对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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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得不说 杨帝的总结简直一针见血 莫名其妙给我发一条 记得快乐是自己给的 但是我最可怜 我回了他 我说是的 快乐是自己给的 然后他就回了我一条 我以为 这句 怪你是自己给的 哈哈哈 我以为到你家乡 你得准备什么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给自己给的太多了 哈哈哈 乔列建议多多学一下中国的圈酒文化 帅也是自己给的杯是万万干不了的 下一次我们在约翠来就一起办合作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不可以 不管我怎么帅今天干杯 我再帅也不行 真的不管我什么帅 帅也是自己给的 一个冷知识 非洲人到中国不仅会中暑还会变黑 我来了中国之后 我发现我越来越 这个是我在我的 我家还没来中国的时候拍的 这个是我来了中国之后 多多竟然还因为黑跑去看医生 后来我也担心然后跑去医院 我告诉医生说 文系记得所有的病我都要我钱上 结果给我说你没有什么病 那我为什么这么黑 我不允许还有人没看过这场比赛 321 第一次见有人赢了 还挨了这么多打 恭喜这篮 钱多多获胜 货帅